奧偶也是一個經濟指標 奧偶的龍有多長呢? 香港人究竟是否沒得吃呢? 搞什麼? 奧偶的龍 我自己覺得是一種奇蹟 它又不是特別好吃 有沒有搞錯? 這只是劣食 是否懶得找呢? 其實要找一些好吃的東西 很容易 我相信在澳偶門口 今天坐避鐵 又是見到很多人 車廂超多 這裏是佐敦堡寧街 今天去一個天空長廊的地方 建了很久 但也未試過去看看 奧偶也是一個經濟指標 看看奧偶的龍有多長呢? 香港人究竟是否沒得吃呢? 搞什麼? 奧偶的龍 我自己覺得是一種奇蹟 它又不是特別好吃 三間餐廳 有沒有搞錯? 只是劣食 是否懶得找呢? 其實要找一些好吃的東西 很容易 我相信 在澳偶門口 便到了 還有一間都排隊 這個比較少 幾丁有 這個墨文記 這個 所以 所以 佐敦堡寧街 沒有什麼店鋪 感覺上 都是正常的 有 有 一說 吵吵吵吵吵吵吵 就到了 現在有 撿拆了 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應該沒有這麼誇張 沿著寶寧街 去阿士甸站 其實那個天空長廊 就在西鐵站上蓋 那時候 經開的時候 都看到它正在建造 應該現在就建造 照舊 佐敦那邊 都跟長沙環深水埗一樣 有些排檔 但是這裏沒有這麼熱鬧 相對有 今天人流 這邊又少些 其實今天多人出街 我都見到多人去行山 現在廣東道 這裏有座大廈 這個位置中空 很浪費位 九龍佐治五世紀紀念公園 一個 長方形的公園 有一條隧道可以通過對面 就來到阿士甸站 其實很麻煩 去阿士甸站 不過它現在有些隧道 讓你通過 稍為方便些 這條隧道也很美 去戲曲中心 打卡看看 然後再去長廊 先去戲曲中心 走過少許 說真的我自己西九 就未走過 這個高速鐵路 高鐵路 沒有必要都不會回大陸 不過它上蓋又有些東西 去拍一下 到了 所謂的戲曲中心 就是一個大巴掌 我自己覺得 打卡 這裏西九很多中空的建築物 這裏也是 這裏也是 漏一條隧道 應該都看到一個空中花園 這個空中長廊 只是頂部的位置 稍後過去 這裏 戲曲中心 我就覺得大巴掌 因為你看到它 進來沒有什麼人 不知道有什麼看 應該是 粵曲那類 即是汪明荃 那類的東西 這裏是天花的設計 挺漂亮的 大而無用 我自己覺得 這裏有Lobby 人都不多 接著大巴掌 你看到 很多這些店舖 其實可以租 現在只有頂爺一間 一間藍店 同一個天花板 打卡 這裏有個戲曲中心 這隻字體反而好 挺欣賞 這裏是古代的字體 有傳統 這裏有間賣茶 可以看看 這裏是多麼 人少 和恐怖 開著了燈 兩條電梯 沒有人的 沒有人 那你先關掉 不如 不可以上去 這裏有很長的電梯 我相信 本身是 自由行 西九樂園 又打卡 現在沒有了 當然這裏 空空原也 嘗試搭這裏 這裏很長的電梯 沒有人的 多恐怖 這裏有間餐廳 食中菜 一半 都有些人 可以看看餐廳的價錢 這個 沙爹牛肉炒河粉 138元 相當之驚人 氣曲價 氣曲中心的價錢 然後 瑤柱蛋白炒飯 其實沒有味道 138元 金瓜炒米粉 148元 這裏是很賤的菜 賣得這麼貴 高空看下來 是這樣的 整個死場 相當之沒有人氣 下隧道 通過 地面是每條路都不通 你只能夠 在隧道 打完交叉 然後再上地面 下來了 就像南窗站 又是很長很大 又沒有人限 這裏一切的 層樓都很大 真的像那些外國地方 一味大 好像迷宮 坦白說 都不知誰出口 可以上到空中長廊 又是 整個站都沒有人 看看能否找到位置上去 上到空中長廊 出去都見到 就是這裏 一個弧形的東西 整個高鐵站 都有一些 水馬圍 不知做什麼 其實什麼人都沒有 都沒有示威遊行 一場離路 封了 回到街上 遠距離拍一拍 阿姐叫我們 弄錯了 所以說他大八丈 真的沒有說錯 這個遠距離看 那個戲曲中心 就有趣一點 就有點像那個水立坊 打張卡 沿途那些 整個公園都很大 基本上 這裏有個入口 可以上去那個 頂那個位的 那個花園 你看看 香港的錢 幾百億起源 只望 不讓你上去 然後就找些貼閘 你看見 就是這樣對待香港人 那我的錢來做什麼 做什麼 疫情而已 頂部可以開放 我不能下去 那個站就可以了 當然 那個站 其實也曾經 鄭文堅 在下面也送過一小時 這東西 其實也可能有些風水局 有些人說他像一條蛇 像個蛇頭 那樣的 難得我專程來 這樣就認識八國 但是 橫顧四周 那些建築物 都很有趣 在這裏的建築物很大 全部都 你看不到公屋 唐樓 洋樓 全部都新的 西鐵也是 你看到 那邊是一大堆的 屋樓 那這裏 真的比較適合 有錢人 真的有錢人 在這裏居住 全部都是新的 看見 那邊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我回到蛇士甸站 坦白說 我一天都不來 西九 因為真的很遠 因為地圖寫著 好像佐敦 的蛇士甸 西九 九龍站 好像在一起 但是每個站 與站之間 都要走半小時 就是這樣 每個站都很大 所以沒有必要 都不來 土豪金 這座建築物 應該是海港城 以前都會搭船 在大陸 都幾十年了 都沒有上去 記錯了一個名字 中廣城 來到廣東道 實測 看看是否真的有 一個自由行 回來了 昨天行山 有一大堆 現場 如果自由行來回來了 正常來說 廣東道 應該有一大堆人 前面真的有一堆人 先拍一下 背景應該不陌生 蘋果店 應該不是自由行 應該不是自由行 不過是香港人 沒有事要做 就炒了 排隊真的是香港人的文化 我發覺 這樣也有得炒 我覺得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厲害了 我想以前整條廣東道都排了一次 現在就整間店舖的長道 旁邊也有些人收機 大致上是這樣 還未見到大媽 如果見到大媽 那就真的到了 自由行 海防道 尚算正常 不是說人流很厲害 正正常常 海防道 街市旁邊有個福德古廟 但是比較奇怪 在街市旁邊 只有門口 那廟在哪裏 真的有 街市的後欄 後面的位置 這裡就有一間廟 這樣也可以 真的無奇不有 就是要把這些地方放進去 就是要把這些地方放進去 嘩 這裡有古廟 第一次看到這種廟 環境相當高 這樣也可以是一座廟 這裡有一間新開的 叫做Me Living 新開的 相當受歡迎 其實主要是賣口罩 香港製造 MF Living 香港製造 這些真的想不到 現在是可以 變成一間獨立店 只賣口罩 你看到 有幾十種顏色 我明白了 現在它可以調製 你可以自己選擇完 顏色 好像壽司 三元件 逐件逐件執 執完就埋單 挺搞笑 挺有趣的 店舖的另一邊就是工廠 讓大家看看整個製造過程 相當認真 K99 不是貴的 K99 118元 應該是30片裝 合情合理 這裡賣啫喱和噴霧 我覺得這些是聰明的 當然是趁這段時間 至少三至五年 這些生意都可以做 肺炎也有時間才離開 不開一間獨立店 只賣口罩 這樣也行 挺有趣的 今天 相當之 柯圈名 給大家看 工作人員 也相當認真 做給大家看 包裝 有車 平時這些工序 我們普通人是看不到的 現在做給大家看 做這些生意 就有生意 吃老 我自己覺得是吃老 挺有創意 口罩有便宜有貴 但起碼是挺有心思 海防道 這裡也有一兩間側了 這條街 一向都是冰家必珍之地 因為你一定進去 必經之路 所以這樣倒閉就沒辦法了 我記得以前是賣鞋 六福還在 補充業 不停 拍禮大道 人多 但是生意 都不太 坐巴士 他有馬比 佐敦 新開一間 牛當 旺角那間 我都沒吃過 遠距離網路 其實都是排隊 不過今天有馬比 有很多人 走近一點 看看這間牛當 都拍到很多人 在排隊的情況 香港人沒有工作 就會排隊 沒有時光 什麼好時光 忘記了人 整個角落的人都在排隊 未至於說很長 大部分都是年輕人 排隊 不太適合 雖然是旺店 但是 也不肯定 起碼不是藍 但是我覺得不值得 裏面都坐滿 但是價錢合理 20多元 30多元 40多元 正常 好 事日派對屋 85元 這裏的裝潢 兩小時 旺角 這間三北買經典 只賣國菜水 只有國菜水 偶爾經開 熱氣都會喝一喝 進夜了 旺角 一樣 這麼繁華 旺角那邊的淡仔 不算多人 今天 就和女兒一起吃過橋米線 一個人很飽 兩個人剛剛好 所以她有一碟炸醬 挑戰成功 吃光了 加了蒜泥白肉 總共83 吃完淡仔 回來 仍然都是 一大堆人 排這個 牛當 相當瘋 最後 沒什麼特別的新聞 不過今天是零確診 本地零確診 挺有趣 這麼多人出街 都零確診 不知道會不會來 第四波 不過最近我發現的現象 街上的人都時時時時來 不知道是鼻敏感還是槍風 感覺上好像會有第四波 但事實上又沒有 留待看看這幾天 因為始終這些事情是會潛伏的 講到這麼多 回去再講一下 再直播再講一下 拜拜